ALD? 觀眾朋友 您好!我是白鑫宜 歡迎收看台灣 一千 money 個故事 這個星期有哪些精采故事要輸給人聽 我們快來看一看 我覺得找來好像 那種慶祝生作出不錯 很濫 дов 對 武器就好吃 跟工夫又排得很漂亮 這樣吃就很香 很好吃 怎麼說那個蟋子 很燙的 很香 我只要路過就會來買 很到位 位置的位 起司蛋糕 我們就自己又先發明 裡面有放三種起司 都是真材實料 希望客人吃到的 都是滿滿的料 在屏東林邊 有一個相當特別的板得 場地就選在老房子的屋頂上 中破塞說 這是因為每到黃昏 村子廟口的夕陽特別漂亮 所以就想出 乾脆在屋頂板得的好點子 說起中破塞 是一群年輕人組成 四年前開始做板得的時候 這幾個從北部移居到南部的 八年級生 對廚藝可是一竅不通 連菜刀都拿不好 個別說要端出一桌八道菜了 能走到現在 成為紅片全台灣的屋頂板得燕 靠的就是不服輸的精神和熱忱 是誰說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如果能在登美花好的老宅屋頂 吃上一桌號稱一百萬 稀錦烹調的板凍 那滋味肯定很迷人 我覺得上來好像 那種氣氛真不錯 最有氣氛 很難慢 對… 我還沒有來之前 我不知道台灣有 林邊這個地方 然後一般外地人 如果對林邊有影響 可能就是爸爸的消費栽 地層下線這樣子的印象 然後再來就是 比較好的印象可能是 這裡是蓮霧之鄉 就是有種很多黑珍珠 在還沒有搬進這裡以前 要一個在台北畢業 二十多歲的上班族女孩 對林邊有基本的印象 那是很難的 所幸佩芸的老家是有著 浪花白沙的澎湖灣 所以猜對住在鄉間並不反感 那我個人剛來林邊的時候 其實對林邊的印象 沒有到很好 因為我會覺得就是 這裡可能空氣 就是沒有到很好 就是有時候會工業區 會飄來一些東西 然後沙灘是灰色的 就跟我家鄉是不一樣的 然後都是漁溫 然後漁溫就是 溫體可能是水泥造的等等 對我來說就是 這裡很像是一個灰色的象徵 但事實上灰色的養殖漁村 當年還是有亮點的 否則幾個女孩 和發起板兜的夥伴 不會放棄在台北的旅行社工作 就一起創業 退深度旅遊 還全部搬到同事家的老宅來工作 剛好那個角度 就是廟的上面角度 可以看到夕陽 覺得很漂亮 然後我就想說 有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讓大家來這邊看夕陽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不然來伴桌聚會這樣子 然後一開始就是自己的聚會 到後來才慢慢的 就開放給其他人一起來吃 然後欣賞這個夕陽 厲害 這麼小朋友很厲害 什麼最好吃 有漆就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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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很好 他們有創意 我們比較喜歡吃這一道白蝦 因為我覺得它結合了 就是這邊的食材 它有把放置一天之後 有把那個味道鎖進去 所以會有一隻蝦 會有呈現就是鮮甜的感覺 然後這有一點那個枸杞的香味 醉蝦乾餅輕盈 由魚子綿潤交香 比起風年過節 陪穿在團圓飯桌上的烏魚子 由魚子是東港特產 各自搭配著櫻花蝦和白蝦 一起入菜 最具代表性不過了 而來自隔壁村落大鵬灣的牡蠣 幾個年輕人 則想出把它包進餛飩皮裡 而且還得當天現採現包才行 然後它其實很複雜 它的肉 絞肉是要用蔥薑水淹過 然後牡蠣包進去 而且它一定要當天現包 對 現包要給它餛飩 然後下去炸 然後搭配沙沙醬 我們就是用一種比較就是 不是那種傳統料理的做法 想要讓大家對於牡蠣的想像 有點不一樣 我們通常就是 大家對我們都非常信任 所以我們可以自己來這邊 採收牡蠣這樣子 然後我們平時有那個 牡蠣圓下午茶 然後老闆也常不在家 我們就自己在這邊帶著遊客 所謂的牡蠣圓下午茶 是後來又開發的小旅遊行程 四年前 大家剛到林邊來伴桌時 縱使在地的水產五花八門 取材的管道卻有限 其實這裡的牡蠣有分兩種 一種是野生的 一種是養殖的 而且養殖的就是 在雲家南一帶 會看到那種牡蠣 它會把它養大 然後運過來這裡 讚養 然後讚養功能就是 它可以保持新鮮 因為牡蠣其實是要火的 它才可以吃 然後保持新鮮 需要的時候再出貨 卸下圍裙的時間 除了接岸演講 到小學去上食育教育的課之外 平時要帶遊客導覽 又要張羅食材晚宴 對很多人來說 搬到鄉下或許可以慢活 但對他而言 卻只有 跟工作緊密相連的金式生活 而最放鬆的是 大概就是一個人 才牡蠣的時候吧 就是覺得會很開心 我覺得有耶 就吹風 然後藍天的時候 其實這裡更漂亮 對 有一次 差點在這裡摔下去的時候 然後我就瞬間下腰 然後就過去了 不然就掉下去了 因為這個線其實 就是如果你被絆到 你就會站不穩 就會掉下去了 所以你們真的有人摔下去 有啊 有啊 神影嬌小可愛的外地女孩 就算當初不小心摔進牡蠣池裡 想必也會惹來中人的不忍 下水搭救的 偏偏堅強如胎 就是能顛覆外人想像 踩 磕 破 磕 滑 竹法 全難不倒 但這也是歷經 四個寒暑磨練出來的 一剛開始的挫敗 其實還比跌入 滿是新山的讚養池 更讓人心酸 那我們準備出發了 就是因為我們是外地人 然後對於什麼事情 要找什麼人合作 其實是完全一無所知的 因為我可以想像 如果這件事情是在我自己的家鄉 我可能知道隔壁的阿伯會做什麼 然後前面的阿姨會幹嘛 可是對我來說就是 來到這裡就是我面對一個很未知的世界 算一算團隊夥伴就這麼五根手指 偷數得出來 早期甚至更孤單 版都用的屋頂經過彩繪桌襟花衣布置 可以實情唯美 但屋下畢竟還是年久失修的老舊民宅 老宅的故事和老派浪漫 在酒足飯堡後是遊客的 唯有屋簷下的日常才屬於自己 就是你睡一睡啊 你的腳會突然覺得濕濕的 因為那個屋頂漏水 然後滴到你的那個面背上 然後你就突然覺得腳濕濕的 或者是說就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可能基礎上 資金還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我們沒有一個實體的辦公室 所以我們就會在佛廳前面辦公 然後其實夏天就是臨邊很熱 然後這裡也沒有冷氣 每天灰汗在佛廳辦公的日子 對初到臨邊來的年輕人可能新鮮 然而不管工作 休假 這和拉撒睡全窩在同一個空間 長久下來實在是一大考驗 因為這邊大家實在太密集生活了 就是上半也看到這群人 下半也看到這群人 然後我自己也是屬於比較需要 私人空間比較多一點的 所以多少都會很不適應這件事 我們那時候就覺得很痛苦 因為要看一場電影也找不到地方可以看 就一定要開車到屏東市或高雄 對 就至少要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 才有辦法看一場電影 對返鄉青年來說 他們所做的新創事業 酷似地方創生 但偏偏女孩們的故鄉都不在另邊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雜七雜八的工作項目中 還包含李明服務呢 就是會有 每天真的會有很多的 被阿姨她會衝進 她真的會從她家 然後騎摩托車說 小姐 我那個手機沒辦法用 我那個電腦沒辦法處理 可是她不認識你 她也不認識你 她就說我知道你們 這裡都一群年輕人 一定很會用那個3C電子產品 然後就把我載走了 一群一地工作的八年級女生會企劃懂設計 筆電手機當然是生材工具 只是對於另一頭也同樣是生材用的條主廚機 她們卻是一路慘烈的從零開始學起 因為我們之前有請師傅來幫我們設計菜單 所以我們有就是SOP 對 我之前是看著佩玉給我的小操 然後那個炒飯啊 什麼時候加油啊 蛋要怎麼弄 就是練習的時候是看著那個小操 然後燒焦就是再去對面買飯之類的 就他剛剛 反正就是對 就是練習的過程中很壯烈 在那些哭笑不得的回憶裡 炒飯便會犯是常有的 下鹽巴醬油緊張到失手 好像也成了出師前必出的球 對 就是擀菜 然後客人來了 然後就想說要趕快加 然後就是不小心什麼東西都加進去 我們以前炒飯 有一個版本是有加醬油的 然後那個一手抖 然後整罐醬油都下去 然後就要重炒 這個就是在慌亂當中 就是會出很多問題 四年了 熟能生巧後 現在終於可以氣定神仙地 拌出一整桌菜色 哪怕是常被誤為簡單的櫻花蝦炒飯 他們也摸索得出排名下不容易的訣竅 比如大火 才炒得出火器 又或者打破傳統說法 非得以隔夜飯來炒才炒得好 但我們是用當天現煮的擺明 讓它飯本身有水分 但又不會那麼濕 然後炒起來才可以有這種 比較粒粒分明的感覺 從哪間產握多到都是問題 直到每個人都能獨當一面 成功駕馭 他們總像說 背後的心路太勵志了 但其實還有更振奮人心的是 那就是幾個年輕人 早在不知不覺中 慢慢收服起客人的味蕾 鹹蛋炒豬肉是有一次客人來 然後吃完所有菜色 然後跟我們說他沒有吃飽 然後那時候我打開冰箱 然後就剩下鹹蛋跟豬肉 所以我就是靈機一動想說 好像這個味道還不錯 然後我們就把它用 就是拼知覺 用鹹蛋炒豬肉上去給客人 然後馬上就銷售一口 我覺得五花肉炒那個鹹蛋 不錯啦 真的喔 我是第一 第一道吃到 我吃很多 當然是好吃 好吃喔 我們這個肉食廚藝者 無肉不歡 說也奇怪 屋頂上的板豆既不傳統也不復古 但卑躬交錯之間的古早味 他們確確實實完整的復刻出來了 且這下子 連在地長輩的心也一併征服 一個個都成了熱門的媳婦人選 對方很非常積極就是 就是阿姨還會要我們加那個 他兒子的Line 因為他會打電話過來說 你有沒有加我兒子的Line 然後三天兩頭就會來說 這個有車啊 這個也有房啊 什麼的 然後軍公教啊 公務人員啊 就是未來就是會很不錯啊 然後平性良好啊 什麼之類的 謝謝 謝謝 我覺得一開始就是賭氣 我覺得一開始我們大家 有一點點覺得說 你覺得我們 沒辦法做 那我們就做給你看 那可能是最一開始 就是比較幼稚的想法 但近幾年就是漸漸會有很多 在地的年輕人們 然後帶他們自己的朋友 來吃我們的班族 他們會覺得 這是一個他家鄉很值得 被介紹給別人的一個景點 然後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就是我覺得比外地人 帶客人來 還讓我覺得更感動的事情 在國境因疫情被封鎖的線下 許多偏鄉的國慮症悄然萌芽 說他們是繼青創過後的地方 旅創也好 或者幾雙有力的被綁 真是老天派來改造灰色漁村的魔法吧 不論如何 結果都像今晚這場華麗的版鬥 是甜心也敢美的 多說為母則強 生活向來單純的家庭主婦 一世之間突然變成了單親媽媽 還要獨立撫養兒子 她走投無路之際 突然想起爸媽的面點手藝 就開始做起了水煎包扛家計 媽媽的付出孩子都看在眼裡 現在母子倆一起在監台前 共同努力 讓銅板小吃更增添了濃濃的清情味 鮮肉韭菜高麗菜 韭菜兩個再來 溫的好四十二 幾個五個八十 鄰近台灣第一學府 台北的公館商圈青春洋溢 學生嫁得銅板美食少不了 其中劉佳的這一位遠近馳名 不只年輕學生愛 私生老饕也三不五時報到解饞 吃得很香的 很好吃 怎麼說那個比較好一點 吃得很香的 我只要路過就會來買 很到位 位置的位 兩鍋大煎台 輪流鋪排白皙飽滿 在醃水沸騰 鳥鳥音韻獲著麵香和菜香 不時從鍋蓋縫隙奔騰而出 沒多久收乾水分 逼出焦香鍋氣 白胖紮實的水煎包 帶著金黃的爽脆鍋巴出爐 是公館商圈的名牌包 夏天的話真的會 感覺好像在下雨 快回到 廬鏡中的煎台熱力不間斷 工作方寸的溫度和層層 預熱之中得要保持冷靜 前方保溫盒裡 煎包快沒了 就得再煎一批 一鍋接著一鍋 完美銜接才能台幣不漏接 你不要煎得比較焦黃 舒黃這樣子 才會脆 要下來它會有水煎包的那種口感 廬鏡中的煎台活力熱烈 後勤部隊也沒閒著 媽媽劉懷淳和員工夥伴 五人十手 正在和廬鏡中的衝勁比速度 韭菜裡面就有蛋皮粉絲蝦米 然後油 然後一些調味料 老麵的作用是比較香 你可以嚼 然後嘴巴會有甜味 然後吃了以後胃也不會酸這樣 老麵發酵的麵皮不帶酸氣 柔軟有彈性 表面功夫好 有料內涵更讓表裡一致 也將人氣一併捏合 韭菜內餡現半現包現間 由懷淳和他的娘子軍部隊 動作迅速熟練 十秒一顆圓滾飽滿 白中透綠邁向誘人 大概十秒 有手續感 高麗菜更快 高麗菜不到十秒 是比較麻煩 可是我們高麗菜包那個樣子 我們會叫圓堡 很像圓堡 圓圓堡堡 韭菜一定要包圓的 肉包 要不然包不進去 而豬肉內餡選用當天溫體後腿肉 富含肉汁甜美不新 也是適肉一族的心頭好 我爸還會做麵條 蒸餃 鍋貼 韭菜盒子 會給一些叔叔阿姨吃 然後他們吃了都覺得說很好吃 一直叫爸爸媽媽開店 但是爸爸媽媽 他本身就有工作 好手藝有遺傳DNA 由懷淳從小耳濡目染 也學會了爸媽的外省面食記憶 三十年前人生挑戰找上門 家庭主婦成為單親媽 得要一間扛起養兒持家的生活蛋子 山窮水靜之際 在父母揉捏面食的桌上 看到了柳暗花明的路徑 決定來賣擅長的水煎包來試試看 家裡面有這個優勢在嘛 我就想結合起來 那時候真的很拚 那個時候曾經 十年沒有煮過一餐飯給我一直吃 真的假的 真的 然後 因為我以前都常常搬家 我都不知道我家的太陽從哪邊起來 高麗菜裡面有 也有餐點肉 就是古早味的 最早古早味的話都是有點肉 它不是全素的 就是有點肉 有點蝦 蝦米 有點蝦皮這樣 我們不做隔天的東西 就跟我們煮飯一樣 你煮第一餐吃的跟第二餐吃的話 就有差了 對不對 你第一餐就現煮的 一定就是比較好吃嘛 高麗菜清晨採買回來後 清洗切絲 加入配料和調味 攪拌時得要控制時間 才不會破壞爽脆口感 每天處理兩百斤菜 就得消耗一個上午 過而不及嘛 因為你太超過的話就是 品質就不好了 都是有學問的 功夫就都在這邊的話 不是 不是像你們比例這樣 弄一弄就好了啦 那個三歲小孩都會的啦 單親媽要撫養兒子不簡單 劉淮淳全力拚賺錢 很長一段時間 家裡變成了只有睡覺的地方 生意漸漸有起色之後 更顯得分身乏術 還好有哥哥妹妹當後盾 合夥分工 在市場做批發的妹妹 負責採買食材 哥哥做前置備料 兄妹三人齊心 合作撐起肩包事業 樹葉有專攻嘛 我專門專這行的 我把這樣做好就好 做得做好就好 他做把那邊把它做好就好 對不對 你這邊要做好那邊好 是有點困難度啦 沒有 我們都住在一起 住在這邊 我們都住在一起喔 對啊 我們也住在三樓 他住這個二樓 我住這邊啊 以前父母在的時候 他們也是有幫忙的 伯伯 我有三種口味 有鮮肉 高麗菜 韭菜 你要吃什麼的 很感謝我的員工 也很感謝我的哥哥 我的妹妹 其實這是要大家來幫忙 因為我 我也只有二十四個小時 我也只有一雙手 我做的事情也是很有限 這都是大家幫忙的 兄妹協力打拚 讓劉淮淳專心在店面經營和管理 累積將近三十年 料好實在的銅板美食 成了學生青睞的排隊名店 因為是商圈嘛 四點鐘開始 我就慢慢把四點鐘的客人 培養起來以後 我在時間往前 從下午一點鐘開始 然後一點鐘到四點 讓客人培養起來 然後我在往前 背脊上的兩塊 油脂比較香 沒有那麼新 不是肚子的油 2021年肺炎疫情 一度從國外蔓延進來 全台灣自動封城 將近三個月 包括公館在內的各個商圈 人潮消散 劉淮淮的肩包生意也受到影響 但他的想法正面樂觀 剛好趁著難得的空檔 和熟識的師傅朋友 一起研發整包系列 香菇打成粉 或者說把一些干貝烤 把它烤過以後打成粉 當味素來使用 這種是天然的提鮮劑 你吃起來的話 就不會有那麼口乾舌燥的味道 主角豬後腿肉有誠意 配角也不簡單 劉淮淮和師傅 把最普通的肉包品項 做成了精品等級 自製的黑芝麻泥和紅豆泥 一樣用心有料 食材用得特別好的話 說老實話的話 你隨便一個家庭主婦 或者說隨便一個新手 可以做出非常美味的東西 自睡的時候 我是站在外面賣包子 然後是看著煎包子的人 煎了大概六年七年左右 我才進來開始煎 媽媽獨立稱家的辛苦 盧敬中看在眼裡 以前念書時下課後放假時 一蓋玩具同學的玩樂邀約 自動到店裡幫媽媽的忙 二十出頭站上肩台主力位置 至今超過十年 韭菜跟高麗蘿裝在一起 三個肉 媽媽忙著做生意 盧敬中的成長歲月裡 幾乎不曾吃過媽媽做的家常料理 我都是吃便利商店的 但早熟懂事 她從沒抱怨過 對她來說 母親的雙手努力捏合肩包 也捏進愛家心意 就是最強的媽媽味 我們兩個人還是會有點摩擦 所以到時候就 不好意思 我很謝謝你怎樣怎樣的這樣子 你會講我很謝謝你啊 有啊 入境中最大的心願 是能夠讓媽媽早點卸下生活重擔 換她成為家的支柱 我領她薪水啊 不用啦 我幫她啦 做媽媽的啊 哈哈哈哈 劉佳的煎台裡 沸騰不歇的是實在好料 銅板架 不冷卻的是母子相愛疼惜的 溫熱親情 無價 台中這隊經營麵包店的夫妻 遇上了食安風暴 又遇到了租約問題 但是夫妻倆 關關難過關關過 最後是從古早味的蛋糕當中 找到了全新的商機 這個放大版的花櫃 其實就是早期的古早味蛋糕 搭配簡樸素雅的包裝 有濃濃的懷舊因子 還帶點喜氣 有光大地的生日啊 先來預約 不然來都買沒有了 自從開業排隊一直排 一直排就出來 很好吃啊 不錯啊 那個 它那個蛋的香很香 又70年代的 他們都有的人 也用這個來當那個明月蛋糕 因為以前的口味沒有那麼多種 這個明月蛋糕這樣擦個櫻桃 蜜餞擦個花 只要神明聖誕的時候 就都會做 過年的時候大家拜庭宮嘛 拜庭宮大家都一定要遠的 對 就像說大家這一年當中 能夠圓滿 說起古早味這個標籤 是懷想思念的味道 早些年食品產業不發達 加工製作 鮮少添加物 按照踏實又傳統的做法 就是中魚原味 新鮮雞蛋 麵粉 加點糖 將簡單的基底徹底融合 在一旁列隊的攪拌機 每天都上演旋轉跳舞 蛋白勾起來 對 這勾起來你看 它就不會往下垂 就代表差不多好了 研究二三十年了 可是為了要求品質的話 我雖然用看的也看得出來 可是我還是一樣會用手會下去 這樣勾這樣子 將蛋白打發 呈現細緻的光澤 這是蛋糕口感濕潤的重要關鍵 有些步驟無法用機器代勞 得靠手工 將麵糊和蛋白充分地攪拌 過程中力道和速度的拿捏 過多過少都不行 機器攪拌的話它比較不平均 因為你攪拌太久的話它會消泡 它知道它會造成什麼 它的品質啊 它比較裡面毛細孔比較會粗糙 來一段即興的敲打月 將空氣甩出 減少孔洞的產生 這一個步驟換來蛋糕綿密扎實的口感 你等一下倒扣起來 它蛋糕四處會往下 往下等一下它如果冷掉 它就成形了 它就不會塌塌的 乳酪一百 奶酥一百 乳酪跟奶酥一百 對 四百 起初夫妻倆共同經營傳統麵包店 雖然沒有什麼名氣 但生活還算過得去 本以為能安安穩穩的 才剛起步就碰上了毒奶粉事件 連帶生意也遭受影響 毒奶粉事件的時候 那時候全台倒好幾百家的麵包店 可是我們為了生存一定要找個方法 如果把這間店給撐下去 剛好我以前是在麵包店的時候 我們那個麵包店有做早餐 有學到這個水煎包的遺跡之場 麵包做完 我們利用下午的時間來去賣水煎包 結果賣下去就一泡而紅 後來店面租約到期 被迫搬遷 水煎包客群再度流失 十多年前 吹起古早味蛋糕的風潮 於是搭上了這一班列車 搶現在中台灣 賣起了現烤蛋糕 開店初期 只有原位的單一選擇 後來將做麵包的思維 替古早味注入了新創意 陸續研發起司 爆漿巧克力 南瓜等多種口味 剛開始的時候 全台灣都還沒有人下去 做這個起司蛋糕 我們就自己又先發明 發明裡面有 裡面有放三種起司 中間那一層就是起司片 再來就是滷糯丁 再來就撒上起司粉 都是真材實料啦 希望客人吃到的 都是滿滿的料 還有這一款鹹蛋糕 紅蔥頭爆炒筍子丁 鹹甜滋味也是超人氣 大把大把的餡料盡情的放 毫不手軟 就怕客人吃得不過癮 就連打雞蛋也不買鮮成品 新鮮是唯一原則 張曹玲的打蛋功夫 更進階 單手轉換雙手模式 速度飛快 阿公阿嬤都特別 買巧克力給小朋友 比較喜歡吃 有的時候客人指定 你一定要來買 某一種口味這樣 對 如果沒買到 他就說孫子會哭 對 鹿海空其實好吃 料很多 爆多的 對 綿密也滿綿密的 昨天想要吃來買 沒有買到 然後我想說今天早一點來 又沒有買到 那回去要怎麼跟小朋友交代 不用交代 是我要吃的 你要什麼口味 巧克力100 巧克力100 說起夫妻倆相似的記憶 一個是在做麵包 另一個是在賣蛋糕 這也是一段 因麵包牽起的情緣 他一開始做麵包 會跟他配合 就是來買他們家的麵包 來配我們家的蛋糕這樣子 客人訂餐盒嘛 餐盒 所以他沒有做麵包 他就來我這邊選麵包 那時候都還沒有認識 可是第二次的時候 我們去買便當 又遇到 第三次的時候 我們去那個 去台中上烘培課的時候 又遇見他 算是麵包牽線這個英年這樣 一加一大於二 結合所學 古早味加入新創意 沒有被食安風波給擊倒 反而闖出一條更寬廣的路 夫妻倆繼續延續懷舊滋味 創造更多溫暖回憶 另一個古早味叫做麵包 這是嘉義獨特的手工業 捧米糊之後磨出來的米粉末 是許多在地老人和小孩的營養來源 真是因為身負重任 老闆是一天都不敢休息 現在老爹已經交給女兒女婿經營了 年輕一輩說 他們家賣的向來不是產品 而是人情 在家賣的 家賣鋪子的清晨 有個限定版的起床套 小孩在身上 小孩在坐下 會不敢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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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沒在怕 越想玩得越開心 甚至住在對面的阿公 沒聽到蹦米糞 還睡不著覺 老人家笑说 有助睡眠 更是一天活力来源 手动操作的铁锯 二三十斤重 它是老一杯的智慧 最早的焖烧锅 熟练的拿起铁棍 拴紧阀门 还以为是做黑手 当糙米进到锅炉 强大火力伺候 生米是不会煮成熟饭 因为没加水 而是加压 水分抽出 体积变成两倍大 数字升到十 米香跟着报道 真的吗 我们做久了 都习惯了 无不道了 有一次 跪头 整个过头的超过 我先生很 整个到对面的 冲到对面 然后整个米 整个喷出去 吓死了 黄家人 太阳升起就开工 直到日落才休息 一天要蹦上五六十次 是家常便饭 你用坐 坐在看这条 过这条 不要超过 没有也超过家 急情轮转 加上泄压发出的巨大声响 在城市是罪恶 在乡间竟成了一种人情味 骨米加上豆类 老人家自调的黄金配方 请老板帮忙蹦 就收个代工费 算是乡礼服务 忙碌的夫妻俩 一个掌炉 爆出米香后 另一个就得赶紧把它磨成粉 别看瘦小的黄金羽 经常是扛着十几二十斤的米 往梯上爬 在一股作气的倒进磨米机里 没兄弟姐妹 这位原本从事通讯业的独生女 被父亲黄青松当成男孩子训练 第一天抓梦了 这个二三十斤 对啊 还没改良之前 在扣 扣到最时间也中到 我就没有力气了 对啊 我爸说做不好的啦 我说我是女生 拿你的标准跟我讲这样子 那一年回来做几个月 算做这半啦 我妈就回去了 所以就剩我爸爸一个人 金羽的母亲病逝 当时她才二十五岁 罹患重度糖尿病的父亲 身体也不好 就怕万一哪天不做了 靠着吃饭的乡里老人家 该怎么办 所以责任心强的父亲 要她在母亲走后一天 立刻上宫 就等我妈出去 然后明天才去走 然后我就会觉得 我爸我还没有办法走出这个 当然她也很难过 可是她跟我讲一句说 你没做不太大了 你也是你的人家 那么多天不跟你买了 当然我那些小孩啊老人啊 你没做他没空再吃了 其实其实也是要很感谢我们爸爸的 就是从我不会到会 他就是没有内心啦 慢慢给我咬不咬就是咬咬到会咬 中间其实有很多挫折 就是锁不好 锁不好收到啊 我们就要锁一锁 阿达来 之后换我做就都换我跟阿哲在接触啦 对啊 他的杂粮的就是 我本来杂粮的纾纾 差不多 大支啊 杂粮差不多 杂粮就是 他就杂粮的营养食品的 对 就我刚有拍那个二十二位的部分 对啊 我这有约的 营养食品的 它这是煮炸 不是做一个高雄出来的 那时候 大海的那个 大海的那些营养的 那些营养的啦 以前都说煮的 因为煮的不方便嘛 在当地室 有一个时间就 煮三四个 要煮三四个 所以现在大家要吃方便 要蹦蹦地做一排这样 吃体力 伤心力的活儿 最早是阿公黄金柱的弟弟 黄金标打下的基础 早年农作盛产 勤奋的黄家兄弟把它加工 做成方便果物的米肤来卖 这一作已经传到第三代 超过六十五年 我们这个堂哥 他跟他说 他就去找做工房 他说要做米粮 那个老闆跟他说 就是米粮粉就好了 我堂哥他算故意人 他也没去坚持 到底是要用米粮好的米粮粉 美丽的错误 却是日后的亮点 乡下老人家 还是习惯说米肤 招着念米奶粉的 就知道是独世人 以前早期是 那个时候手动的摇摆 还有一个鼓风轮这样子 坐着两手一直在那边转动 都是人工的 烧煤炭 早年磨米机器差 米粮没能磨到精量白 所以本米香的主角是糙米 而非白米 渐渐的 骨类大麦小麦也加入 豆类黑的黄豆也不可少 最后衍生出黄金二十二味 也是店里招牌商品 看我爸爸经营之后 他就是开始慢慢研发 说可以再去想想看 加一些豆类啊 腐类啊 麦啊 就说 有的说中后会更香 营养较好 一开始他做六行而已 后来做六行之后 说不然再来試看看 再加我多一行 看看他营养较好 现在开始想说 没有做重要的 豆类的也不会 就稍微像这个 黑豆 一些花这样拼开而已 那像这个就是玉米 人家说的玉米花 爆米花 爆米花 对 起来就是这样子 有的会成 有的会长大的不会 然后糙米啊 糙米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就是主角 哪一个爆的时间要久 哪一个 米 米的时间最久 这个通常一次进去 大概大概一二十分钟吧 看火候 看天气 老练还有客制化 依照各种骨类 豆类比例 做出不同风味粉 有糖 无糖 任居选 只是清晨炉火点起后 久得一路蹦到晚上 爆香 抹粉 混合再倒包装 一起喝成 这个粉 这个银 很银的 对啊 习惯就好了啦 对啊 不然就 不然漂漂亮亮 对啊 如果天气在软好 在这里很滑 差在软而已 没想到 天气 这是天气的名字 耳朵会不会受影响 听力 不…那不是 对啊 就是说你当久一定是天气 对啊 不是说做久一定会冷气 母亲走后三年 父亲也跟着离开人世 不到三十岁 就痛失两位至亲 还好先生阿太全力帮忙 一起接下烫手生育 眼看进入西洋的手工业 才能继续飘香 而这哺泥旁的声响 在船铺的乡间 倒也成了爱的呼唤 小吃店的老板 想帮身体不舒服的太太补身体 特别就用了紫山药炖鸡汤 还把根筋类等等营养 全部放到汤里头 做成养生粥 尽管每道程序都得靠手工 但是为了太太的健康 她忙得很开心 现在也把这一个爱妻粥品 分享给顾客 双降后百佑登场 娘家来的物产 女主人好可分享 她就喜欢和土地有连结 从她打理的木制垫桩 到石器 再到入口的梅 都能感受到人情温度 你可以吃到像 就像我们古时候 你吃暗的 对 然後你会觉得 就是 但是也会有饱足感 整个超级鲜甜的 一早上喝都醒来了 感觉好游泳的食物 台语叫做梅 其实也许小时候都吃过 只是长大忘记了 这是妈妈花好长时间 将米粒煮到变稠壮 所以充满着母爱 时间分秒过去 更注入为人子的孝心 那那个真的是很补气 像我妈前一阵子开刀 对 我们就会用那个东西 它在恢复真的很快 非常的快 蛙龟老店专精米食 有思念哥哥的沙马鱼梅 还有加入龟亚的水瓣粥 更有紫色风情 紫生要入鸡汤的梅 老本娘精灵善于玩味 二十年下来 和老公阿德 把一粒米 变出一道道营养佳肴 很难消耶 奇心怪状 跟蚵仔一样 所以也会咬手 然后又会熊熊 跟蚵仔又不太 有点像又不太像 充满养分的紫色山药 不是药 老一辈称赞它是天然人生 在夫妻俩手里 是一起慢慢变老的浓情蜜蜜 因为你知道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身体就会出现一些变化 然后就会变得少凉 然后看什么东西都不爽 他一直在说金银吗 没有 我没有说金银 我是说每一个伟大的女性 他根本不知道男生也会有 你看 生年纪 他跟妳分享的 就希望透过食补 让身体继续保有能量 阿德想到了他的眉 可以加入紫山药 然后救了他 然后也救了我 我知道 人家男生不会说更年齐 这样好像有点太娘炮了 男生会说老还丁 操劳到身体零件开始抗疫 还是把最麻烦的事情 往肩上扛 这个要做生药鸡粥米 等一下会和鸡的高汤 跟我们的什么米 红莱 红莱米 煮中的第一步 就是花时间熬煮出 最纯粹的鸡高汤 要研发一个清理 不容易 你会丢掉很多东西 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因为不是说每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一直把它 A加V加C 有的东西它的属性 是不适合的啦 为什么会全鸡 然后再加骨架 再加大腿骨 它的原因 也是因为它起来的鸡汤的那个 的表现 油脂的多少 然后跟它的鸡汤 会这样黏黏的 有没有 那个都是有一个一定的关系在的 阿德用他年代盛行的饮料来形容 熬煮七八小时后的鸡高汤 就该像是渐渐美的苹果果汁 汤上会浮起厚厚一层奶黄色油脂 这时高汤只是基底 还得把食物里成最近的米粒磨成浆 在它的厨房里也只有圆形食材 才进得来 这个是货币的蓬莱 非常的漂亮 这个是贼本米 这个在如果在一般家庭里面的话 也是算是吃的很等级很高的米 你有吃过好吃的米 你就回不去了 真的呢 好的米它就是滑顺 它不像我这样刷刷 茄茄的 也就是金灵哥哥的一场大病 激发夫妻俩 做出入口即化的食物 让吞咽困难的人 或是还不会咀嚼的小小孩 也能从食物里吃进营养 他生病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说 那个是会好的 结果 那个是会死掉的 医生都跟你说 OK OK 用清洗了 在做的过程里面 很多客人给我鼓励 他跟我说 这个是很好的东西 他就说 叫我就不用去想 会贪钱不贪钱 他就说 你就说这个 跟他煮三天 我就是要给你煮三天 我就听起来就觉得 这个好像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这是一个食物堆叠食物的过程 不加他人的米浆 加上紫生药泥 再与鸡高汤一起烹煮 清新淡雅的锅中物 就像情感的堆积再堆积 看拉到什么时候 拉到改天老了 不能拉了就没办法了 那你如果说用机器去取代 也是也有人是这样 但是我喜欢在做的当下 去透过这个勺子的前面 去感受 心会去感受到他前面 他的浓稠度到哪里 然后有没有定定 虽然哥哥走了 再也回不来 但藉由使命感般的手作 猪人的心意 早已跟着地球转亚转 什么样的客人都有 然后也有客人会打电话来问说 到底是谁订给他 他没有订 然后后来帮他查一查 才知道说他女儿 然后他就会开始说 那我们舅舅哪里在德国 哪里又要舅舅来给我 然后其实他问我 我也不知道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不用舅 确定是你舅舅 就是人家的好心 疫情期间摘配量大增 尽管如此 还是得照起来做 最费工的沙马鱼梅 选用清晨新鲜处理的鱼骨 还有背鸡肉来熬高汤 你如果在烤汤 我们家的鱼鱼鱼 如果在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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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成了充满海味的鱼 当妈妈的父母亲的买给小孩子 吃的比率比较高了 好特别 刚那个也是 他是为了他的小孩子牙齿在痛 所以人家才会讲一句 就是 嫉嫌无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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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熬汤曾经气爆 烧掉眉毛头发 还好乐观 化解一个又一个危机 实在俯程 夫妻俩从自身建立出发 推陈出心 但始终保有初衷 要把当年照顾哥哥的心意 传达给每一位时刻 这台机器已经超过80年了 热压出来的蛋卷 特别有怀旧的味道 还有一种淡淡的面粉香气 但是古董机器很重 每转一圈都要费力 在板桥的这个阿嬷 就是这样一圈一圈地转 为自己和家人转出生命的困境 阿嬷说 只要客人喜欢吃这样的古早味 她就有继续努力拼下去的动力 感谢您收看 我是白心仪 台湾千链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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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